第二个问题 请问大臣佛子是否可以学晋坐 请师父慈悲为我解答 这个晋坐在佛门里面修行非常重要 佛法不管是哪个法门 大臣也好 小臣也好 弦教也好 密教也好 宗门教下 诸位一定要记住 整个地来说 佛教修行的纲领 是应戒得定 应定开会 在修行这个定是枢纽 无论哪一个法门都是修定 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修成定 无量法门 无量不同的方法修成定 我们今天是用持明念佛的方法修成定 总立不开定 这个定表示就是用坐 因为人坐在那个地方 因为人坐在那个地方 这是个定的像 在行坐住屋所谓四位仪中 这个坐是一个定的像 许这个意思 不一定的每天要盘腿面臂打坐 这个倒不一定 这个坐是取它的意思 要心不动 这叫做我 你看看六族会能大死 在谈经里面谈到坐禅 他怎么说呢 内部动心叫做坐 外面呢 不受诱惑 那叫禅 我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啊 佛经里面说就是 外部着相 内部动心 这就叫做 打坐 这就叫做坐禅 所以说行住坐窝 都是禅定 不一定要盼腿面皮 真正做到 一切实一切出 六根借出外面境界 严见色而纹身 确确实实 不齐心不动意 不分别不执着 这就叫坐禅 这是真正的在禅坐 你盼腿面皮坐在那里 心也还打妄想 有什么用呢 一点用吃都没有 所以佛法用这个形式 表伐 你像这佛像做的 叫我们说 叫我们心不懂 念头不懂 绝不受外面境界诱惑 不要这个意思 我们要一定懂得它的意思 开经纪里面讲的 愿皆如来真实义 那么促学 这个每天能够静坐 一段时期 对你修订也有帮助 功夫成熟了 不在乎现实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说明珍重了 咱们